12月26号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后的首个交易日 美股开盘表现亮眼 纳斯达克指数更在2019年结束之际 冲到了今年最高点9000点 分析是说这是圣诞节后常见的圣诞老人掌势 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 湘云 好的暴容 在2019年的最后几天 美国股市的表现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星期四截至收盘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06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0.5% 纳斯达克指数更首次在今年达到9000点 此外在佳节期间 网络购物大受欢迎的同时 电商巨头亚马逊的股价上涨3% 不过由于欧洲香港澳大利亚等其他市场仍在修饰 美股预计将维持较低的交易量 标普500指数这个月上涨2.9% 本季度上涨8.6% 今年一年的涨幅达29% 几乎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 距离该指数在1997年的年度最佳表现 差距不到一个百分点 有分析说 美国失业率下降提升了投资人的信心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 这月市场持续强劲的势头 在截至12月21日的一个星期当中 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1万3000人 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22万2000人 美国PNC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 在圣诞节过后一周 美国股市常会出现圣诞老人涨势 经常能够在交易日看到良好的表现 下面我们就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这段时间 在金融业就是行内人士 经常把这段时间说成一个 圣诞老人带来的一个 给股市带来一个礼物的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就是经常会出现股市上涨的这个趋势 所以呢 这个贸易谈判也是因素 经济指标也是因素 但是周期性也是 可能是今天股市上涨的 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 美国和中国巨幸很快在1月初 签署阶段性贸易协定 叶文斌预估这将使美国经济前景看好 但是仍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预期的因素 我们继续来听叶文斌是怎么说的 要是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 再次降低这个贸易的紧张性 会对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造成好的影响 会让我们和其他的 就是做预测的银行的经济学家 也许会让我们调高我们的这个预测 那同时呢 也有一些不具体的因素 会影响下个季度的经济增长 最大的是波音 控制他们737的生产的这个 这个这个宣布 所以双方就两个方面都有因素 但是最近发出来的消息 多数是好的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程序 仍在旅行之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 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将签署贸易协议 他说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暴容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湘云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